材料清单,总计面粉400克,温牛奶190毫升,白糖15毫升,盐2毫升糖跟盐酌量吧,自己看着办哈,酵母7.5毫升酵母,稍稍多一点没关系,自制豆沙鲜,加热牛奶,不管是微波炉还是锅子都可以,温度控制,没有温度计的话我的建议是,加的热一些,让它降温,这期间你可以用手指去感觉一下。 只要你手指伸进去,不会立马下意识的锁回来就可以了,但是要确定,温度在因为在加酵母之前还要放糖,这一步会消耗要一部分温度的,放入白糖白糖你也可以放一半,另一半在第四步中,与盐一块加入混合均匀,放入酵母化开,静止五分钟,让酵母活跃起来。 最好的牛奶表面有一层泡沫状,面粉跟盐混合均匀后,将酵母牛奶倒入容器中,再慢慢的放入混合了盐的面粉。 我个人觉得,这样比直接在面粉里放液体好拌一些,可以有利于控制面粉的量。 先不要揉,先用筷子搅拌成片状,让面粉充分吸收牛奶,接着下手揉。 尽量多揉上一会儿,面团不粘手就行,容器有盖子就盖上盖子。 不然就用保鲜磨缝以下,放在差不多30到35度处发酵,夏天就正好室温。 我一般至少发一个小时,面团发至原来的1.5倍到2倍大,整些不摸状,把发起来的面团按点,再揉面团。 主要是为了排气,容光滑的放着,如果鲜油点沾手,可以在面板上撒些面粉的量,但是一定要有所控制哈,能不放尽量不放。 放好的面,切成等分的小面团,小面团搓圆,然后做成窝状,可以看一下5PP中的侧面。 包入豆沙馅,收口,这个收口就没有肉包,那么讲究了,只要收住即可,收口那一面是作为包子的底部的哈。 这个我用的是蒸锅,将包好的小豆包放入锅中,二次发酵15分钟,上锅蒸15到20分钟即可,根据你做的豆包的大小调节。 小贴是一,为了口感更好,我建议豆沙馅稍稍稍湿一点,如果炒好了的豆沙有点干,做的时候稍稍加点盘盘水拌人即可。 二包豆包的时候,第二步捉圆这一步很重要,尽量做到表面光滑,这样做出的豆包形状会更好。 均匀,三,收口那一面是蒸的时候,是朝下面的哈,别忘了。 四,我做的这颗很小刻,所以蒸了15分钟,你可以自己根据大小调节。 五,关于发酵那部分的问题。